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妹 今天为大家带了一部新女友 奈斯和希尔是从小玩到大的闺蜜 可希尔在生下女儿后就去世了 丧偶的曼德不得不独自抚养女儿 在希尔的追悼会上 他承诺自己会帮助罗曼照顾他俩的孩子 奈斯平复自己悲伤的心情后 就去罗曼家里看望他们父女俩 刚进门就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听见有人进来也转过身 他竟然是希尔的丈夫罗曼 罗曼解释到自己这样做 是为了给女儿一个有母爱的童年 而他自己本身就有扮演女人的爱好 奈斯了解到原因后 觉得罗曼一个人带孩子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之后奈斯便经常来到罗曼家里 帮助他带小孩 两人还一起逛街 买东西时没有一人注意到 罗曼是由一个男人扮演的 渐渐的奈斯陪伴罗曼的时间 比自己丈夫杰尔的时间还要多 周日这天两人计划好去度假 而奈斯告诉丈夫 他要去看望自己的妈妈 丈夫也早就察觉到妻子奈斯的不对劲 打电话给丈母娘试探 发现她根本没有回娘家 没办法她只好说出实情 并且一再强调罗曼是个同性恋 为了让丈夫杰尔相信自己说的话 三人还在一起吃饭 饭桌上罗曼亲口承认 自己对女人没兴趣 才打消杰尔的怀疑 之后罗曼就没有和奈斯有过联系 奈斯的心里感觉空落落的 这天杰尔和妻子打网球 他顺便叫来了罗曼 在换衣服的时候 罗曼终于向奈斯表白 因为他根本就不喜欢男人 他现在已经爱上了奈斯 可奈斯很理智地拒绝了他 了解到奈斯喜欢扮演成女人后的自己 就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 开好房间约来奈斯 马上就要冲破最后一道防线的时候 奈斯及时阻止了自己 他觉得这样做太对不起去世的闺蜜希尔 也对不起信任自己的丈夫 而罗曼在走出大街后 被突如其来的车子撞倒 奈斯知道他出车祸 很快就来到医院 可罗曼伤势太重 迟迟没有醒来 奈斯想到为罗曼化上妆 涂上支架油 唱着他喜欢的歌 而罗曼也醒了过来 经过这件事 奈斯也终于明白 自己是爱上了罗曼 他离开了吉尔和罗曼 还有他的女儿 修复地生活在一起 女人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不然你不在了 丈夫和孩子都成了别人的 喜欢的别忘记关注转发哟 我们下期见